本赛季 南排联赛半决赛首回合日前结束 浙江南排0比3不敌上海 在比赛当中 浙江南排的接应张冠华扛起了浙江队主要的进攻大旗 今天让我们来近距离的了解一下这位养生接应 这个正在往保温杯里倒茶的运动员就是张冠华 他是浙江南排的主力接应 是那个老白茶加了一点陈皮 无论出去比赛或平常训练或者在家里都会爆茶一点 应该也是为了养生吧 对自己可能年龄也不是特别小了 也想多打几年球吧 看看是吧 对自己身体会好一些 26岁的张冠华年纪不大 却是个保温杯不离手的养生达人 球迷们对张冠华有句评价 我们华字格人狠话不多 确实也挺贴切 作为上届联赛的最佳接应 他球风快准狠 但赛场下又非常害羞不爱说话 体能训练只是一个人默默加练 技术训练的休息时间也是自己坐在一旁 贯实靠谱是教练队张冠华的评价 浙江队能够闯入半决赛 也确实靠张冠华的发挥 在四分之一决赛浙江队和山东队的第三回合 张冠华成为关键先生 砍下了全场最高的23分 帮助浙江队客场战胜山东队晋级四强 但张冠华谈起这场胜利强调的不是得分多少 而是对于关键分的把控 其实我不是特别关注技术统计这个关系 因为它只是一个大概 就像假如本来今天的成功率很高 但是关键球没有帮助到球队 这些其实也是没什么用的 其实还是赢球代表了一切 反正就是很勇猛 不管什么球他都能下 就感觉只要有困难就找他 他就能帮你下 也算是可能那场算是绝对核心的 问到张冠华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比赛 他的回答也并不意外 那个2022年南排亚洲杯半决赛 2022年亚洲杯半决赛 中国南排和韩国南排进行了五局大战 关键时刻张冠华以一记发球 直接得分帮助中国队挺进决赛 就心里的石头就落下了 就真的很开心很兴奋 就觉得自己的一点点的帮助到了 这支中国南排还是特别特别高兴的 不光包括包括我们联邦队员 还是印象深刻的 因为确实到最后面太难了 这场比赛中国队的最后三分 分别是彭世坤 张哲佳和张冠华得到的 如今彭世坤和张哲佳在上海队 本届联赛半决赛 浙江队对阵上海队 也让三个小伙子凑在一起重温了比赛 帅啊大坤 这些鱼发还敢给我 对一直都在捂住 对 你还扣球了 原来我还扣球了 我都忘记了 后面是不是接着你那个得分了 对 现在应该就结束了 就这个得分了啊 对发球之前我好像问你一下 我这球咱怎么发 对对对我记得我记得 我就说包好了这场发 我说我要不过渡一下吧 我说包好了这场发 我记得好好吃 国际赛场上是队友 但到了如今南排联赛的半决赛 他们是隔网相对的对手 你还能不能给我点面子 少拦我几个 少接我点手就行了 不对 机会是你自己套的 半决赛首回合 尽管浙江队0比3不敌上海队 但张冠华拿到了全队最高的16分 也展示出了自己的实力 这个赛季张冠华出场的时间 包括场上的表现都越来越稳定 如今他也珍惜和上海队过招的机会 我们第一场这个半决赛 我们是主场 我们得对对起这帮来现场 为我们加油的人 所以压力是一定有的 但是面对上海队这种强队 其实我们还更多 还是抱着学习的那种去打球 很遗憾今天没有 下了赛场 这个强硬的接应又变成养生男孩 晚上10点他就要准备睡觉了 就可能刚开始上一队的时候 就养成了一个好的习惯 也就坚持下来 7年6 7年了 也就是一个习惯而已 好了我要睡觉了 大家也要早睡早起 拜拜